我到月子中心啦 然后刚刚已经换上了我的月子服 好舒服啊 想马上躺下 趁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个房间弄乱之前 想要先去拍一个room tour 进门之后呢 就是这个厅 左边这里呢就是一个厨房的区域 这两壶呢就是泡了给我喝的茶 然后这里面煮的是姜水 就晚一点的时候可以用来泡饺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些锅铲等等的煮食的工具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烤箱 上面这个抽屉里就是更多的一些餐具 右边这里呢就是冲泡奶粉的一个区域 有奶瓶消毒机 一个很温的水壶 还有热水壶 然后这边是洗手台 可以自己在这里煮东西的 这边还有咖啡胶囊和茶 刀具和砧板都很齐全 这个箱子里装的是消毒好的宝宝的奶瓶 然后橱柜上面就是放了更多的餐具 碗啊盘子呀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红酒杯 然后这边呢就是冰箱 然后里面已经有一些喝的了 下面是洗衣机 然后厨房的这边就是餐桌的位置 我到时候应该也是在这里每天吃饭呀什么的 然后这边它有送一些零食 然后然后这一瓶 送了一瓶这个油 炒菜的时候可以用吧应该 送瓶油给你 煮饭 然后这个是咖啡机啦 你可以喝咖啡 早上可以用它来打奶 我们试一下 然后我们从医院带回来的花 等一下就拿去丢掉 不是丢掉拿回家 门口的这边有些储物房吧应该算是 里面也有一些烹饪的用具 还有多士炉 然后运衣服的雨伞 一个小小的储物间 也有一些置物架 然后这里是鞋柜 然后进来这个厅里面看一下 然后这里呢就是整个大厅的位置了 然后这里放了一个 鼻鼻的尿布台 然后这些都是它会用到的一些护理的东西 是纸巾 绵柔巾 那是消毒的酒精啦 然后这边是它的润肤霜 都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是宝宝的护臀霜 擦脸的面霜 在这边就是一些棉签啊 棉花球之类的 然后下面的这一层就放了一些宝宝换洗的衣服啊 纱巾 这一边全是宝宝的尿片 尿片用的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再下面宝宝的棉柔巾 然后湿巾 然后呢这边就是沙发会客厅 可以坐在这里看电视的 这是温暖机的吧 对 然后呢宝宝就在这里啦 现在一回来就洗完澡 然后现在睡得非常的香 然后窗边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小沙发 这个沙发也是可以拉开 然后变成床的 然后外面就是漂亮的海景 这边呢就是我们护理姐姐蜜亚的工作区 她刚回来之后就一直在这里 埋头苦干了很久 对啊超级专业的 每天都在这里非常认真的做这些笔记 还有他们工作的iPad 然后呢这个是宝宝和我大人都可以用的耳闻枪 这些是我的药 然后每天他们都会提醒我吃药 然后这边是宝宝每天会放体重的一个衬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医疗的用具 像是血压剂啦 然后以后可以给宝宝看的黑白卡 好然后我们进房间看一下 这边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然后就是一个大床 晚上我睡觉的地方 主人房呢对着外面也是尾港的一线海景 房间和客厅的阳台是连通的可以出去 后来快要出月子之前在这里练过瑜伽 好然后呢卧室的这边就是有一个办公台 然后这里打开是一个镜子有灯的 就可以当做是梳妆台 头发都是这样子的耶 都没提醒我 没有很可爱 然后这里配了一个Dyson的风筒 晚上就可以在这里吹头发 然后床头的位置就是这样 然后再往这边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衣帽间 然后这也是一套月子服 所以它一共有两套月子服就是可以换写着来穿 然后这边放着我们今天带来的行李 下面这些就是一些储物的地方 然后这边也是准备了宝宝的尿片 成人的护理店都在这里 然后毛巾啦睡衣啦 然后再走进来就是浴室的空间 冷人的洗手台然后有个镜子 牙膏牙刷也是准备好了的 这好像就是那种软毛的比较适合产妇 然后这边毛巾这些是洗澡护肤的 这边也是洗脸巾这里面是什么 这些就是一些牙刷套装啊梳子什么的 就是酒店的那些用品 看一下下面下面就是泡脚的桶啊 也是桶啊然后脏衣兰 这边就是宝宝游泳啊洗澡不用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再进来这里就是浴室 一个淋浴间然后一个泡澡间 然后这里还有宝宝的就是洗澡 宝宝洗澡的澡盆 然后有送这些洗澡的 然后呢他们用的是这一个牌子 然后就是这样啦 然后再往这边 过来这里就是厕所的部分 就洗手台 马桶 很多的纸巾 和安金 我的洗衣也用的是 The Laundress 然后从这边出来 就回到了我们刚刚的大厅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介绍完毕 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拜拜 拜拜 我来看看我的下午茶 到了月子中心之后呢 刚刚吃了一个下午茶 然后进来补了一下觉 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然后现在晚餐又到了 准备出去吃晚饭 然后这边呢我老公一直在睡觉 感觉刚生完的是他不是我 他比我还要累的样子 小小小子 怎么又是你吃了 老公 老公 他们在换尿布和学习育儿知识 你瞎瞎瞎 这个饭真的是平时我们俩都吃不了这么多 来吃水果 晚饭之后呢还有一次餐点 生完之后真的特别的饿 总算是吃饱了 夜幕降临 城市变得安静 心情也放松了不少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好好休息 好好恢复 好好学习 怎么带宝宝 感觉 吃饭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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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